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平安大家好 我是庄亚伦 我们正在讨论的是 《沙摩尔记下》第三讲 约亚背着大卫谋杀亚尼尔 大卫虽然在西伯伦再一次的被高丽为王 但此时他只是做犹大家的王 其余的支派仍然反对他 与他对敌 他们的征战维持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们是从历史事实当中来思想 大卫想真正成为以色列全家的王 必须要经过征战 他也要坚持到底 奋力作战才能够有成 不过神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的 他将要坚强 而少弱的家却会转弱 大卫家的强大 在西伯伦做亡了七年 大卫拥有六个妻子 以及六个儿子 表面上兴盛蓬勃 内里却潜伏着一个极大的隐忧 因为多妻 违反要神定立夫妻制度的原则 就是一夫一妻 两人成为一体的真理 那么事实上 这六个儿子 没有一个后来有比较出名的 而其中的暗嫩 还有亚沙龙 以及亚多尼亚 更使得大卫深受痛苦 还有祸害 大卫因为妻子妾众多 困扰不休 昔日的社会习俗 虽然容许君王多妻 但神早就有明令禁止了 在生命纪十七章 十四到十七节所说的 大卫众妻妾 所生的众儿女 令他吃尽骨头 他的儿子强奸 同父异母之妹 有谋杀的 还有背叛的 还有贪图国王的王位的 这一切都是因为 同父异母兄弟之间 忌妒 尊敬所致 大卫的儿子 也是他的王位 继承人 所罗门 娶了更多的妻妾 妃病 而其中的外邦女子 引到他去偏离了神 去拜偶像去了 伊斯波瑟 公开的指责 亚尼尔 也许是对的 但是他 没有道德力量 来支持自己的威望 缺少道德支持 是以色列以后的 四百年当中 祸乱的根源 在以后的四十个君王当中 只有四个被认为是好的 亚尼尔 视他如无物 因为他淫乱了他父亲的非病 对伊斯波瑟的质问 恶言相对 连姐妹也不能够保护 从他将米甲交还给大卫的事情上面 我们就可见一斑了 大卫要得回妻子米甲 大卫奋勇作战 立下功勋 他杀死菲利士巨人戈利亚之后 扫罗便将女儿米甲 要嫁给他作为奖赏 后来因为扫罗的恼怒 又将女儿从大卫家夺回 强迫他改嫁给帕提 现在大卫要得回妻子 然后才要与北方的支派和谈 大卫也许仍然爱米甲 也有可能是他认为 以扫罗的女婿的身份 更适合做全以色列的王 而且可以消除扫罗家的一个敌意 帕提只是因为扫罗的嫉妒 而被卷入的漩涡当中的一个牺牲品而已 大卫王他有王者的风范 他的表现足以代表在基督里新造的人的品格 反观的约压是代表世俗小人 我们来看看他们一个对比 第一 大卫心地善良 善与人和睦 从他善待亚尼尔 并他的这个随从这件事情 可见宽容别人的度量 他不但为他们摆设宴席 更送他们平平安安的离去 约压却生计旧仇心恨 正是所谓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怎能够容让仇敌平安的离去呢 第二 大卫相信得过亚尼尔 是真心和有诚意的 因此接纳并安抚他们 约压以小人之心来看待亚尼尔 为了做奸细以探其虚实 因此他想要借着大卫的手 来报复旧仇 第三 大卫不为约压的产言所动 约压不得要领之余 悲愤交织 所以用诡计将亚尼尔杀害 完全显露出人性的丑恶 那么在三十二到三十九节 再一次的证明 大卫崇高的人格 他为人正直 身为亚尼尔无辜 被害而悲伤 撕裂的衣服 跟随出病行列 在坟墓旁边放声大哭 禁食而且圣赞亚尼尔为大丈夫 这是大卫所做的 第五 约压以人的方法报仇 大卫却深信 报应是出于神的 约压没有让神来申冤 反而自行报亚尼尔杀他兄弟之仇 但是报仇使他自己也遭受到灾害 罪有应得之人 神必报应 不要因仇敌 遭难就幸灾乐祸 更不要图谋报复 纯心报复 会使你的心理失去平安 并且增加渊渊相报的机会 大卫严厉的咒诅约压 大卫他说 约压的后裔必不洁净 不健康 并且贫穷缺乏 他为什么这样严厉的咒诅约压呢 他为约亚尼尔的死而恼怒 是因为 第一 他痛失一位能征善战的军事英才 第二 他想表明谋杀亚尼尔的罪责 是在于约压 而不在于他自己 第三 他做以色列全族之王 已经在望了 他要召将北方众之派 亚尼尔本来是个关键的人物 现在亚尼尔的死了 可能内战会死灰复燃呢 第四 约压破坏了大卫保护亚尼尔的约定 约压谋害人 破坏了大卫的计划 而这个罪魁祸首 竟然是大卫的元帅 约压 难怪大卫会如此的震怒 大卫提到约压 还有雅比帅 两人乃是喜路亚的儿子 大卫尤其难以驾驭约压 尽管他对大卫忠心忠诚 却我行我素 倔强顽强 不过 大卫为了得他的效忠 甘愿对他的事 做弹性的处理 没有严加惩处 约压谋害亚尼尔 显明根本不服王法 大卫虽然不满他的恶行 却容许他不受惩罚 因为第一 惩罚了约压 军队可能会造反 第二 约压是他的外甥 严惩他会引起家庭纷争 第三 约压也是出于犹大自派 大卫不愿意自己自派 众判侵离 第四 约压治君有方 除掉他会失去能征善战的元帅的 这一章详细的描述 扫罗家衰落的光景 伊斯珀色的死 表面上来看似乎是乱臣贼子将他谋害 事实上他在位的时候不谋上进 无德无能 那么他的失败最少有三方面的因素 第一方面 他单单依靠人 当依靠人死了之后 似乎一切的盼望都随之而消失 第二 国家正处为难的日子 他竟然不知警觉 贪恋 碎乡 而遭杀身之祸 真是咎由自弃 第三 他不向大卫 能知人善用 大卫的群臣忠心耿耿 冒死卫君卫国 他的群臣虽然没有谋朝篡位的野心 但却势君求赏 扫罗虽然非绝后 可惜米非泼舍 却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人 第九到十二节指出来 杀军叛国者绝不得善终 两军长的死 证明了大卫 并无因敌对者的消灭而高兴 反而对大逆不道的事加以制裁 主帅 君主 二军长相继死亡 只剩下 残废的新主 以及金黄的百姓 大卫称伊斯珀瑟为义人 他既然是扫罗的儿子 想承袭王位也是理所当然的 他想作王并不是错 只是他身性软弱 也不能够抵挡不义还有罪行 大卫知道他不是统一全以色列的领袖 所以无意杀害他 神既然应许将国度赐给大卫 他就深知神必定会成全他自己的应许的 大卫听到伊斯珀瑟的死讯 就甚恼怒 他从来没有伤害过扫罗 更认为暗杀乃是诺夫的做法 他想统一以色列 但是不想在自己的臣仆 与伊斯珀瑟的军兵之间 种下了永不磨灭的戒地 为了要表明自己与除灭扫罗王主 丝毫无关 于是就下令除死杀害伊斯珀瑟的人 并且将伊斯珀瑟的首级后葬 这个时候以色列各支派都承认 大卫就是强大的领导者 立士向他效忠 毫无疑问 来自非立士的威胁 加上大卫的军威和成就 必定有助于民主的统一的 好了 我们今天就先暂且谈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再继续的谈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